大家想要的疫苗到底能不能來呢 剛才說到的佛光山中午要開會 據說現在新消息是 佛光山已經在跟嬌生互相在溝通了 但是結果還沒有出來 隨時有最新的答案 將會持續的幫大家來掌握 因為這個嬌生疫苗 直接說了一句話 他們可以給疫苗 但是只跟政府談 現在等於佛光山 他們一個拋磚引玉 告訴你可以談 但是我要跟政府談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的政府談不談 跟不跟嬌生談 好另外呢 慈濟也是也很努力的 在找疫苗的來源 但是呢 如果說原廠只找政府的話 慈濟恐怕現在也只能繼續努力了 還有呢在企業的部分 大家都很著急 也很積極哦 我們說呢 永齡基金會 這郭台銘呢 要來捐500萬劑的BNT疫苗 但是 指揮中心直接一句話 陳時中說 你缺原廠授權書 好乍聽之下你覺得好像 哎對啊 你怎麼沒有原廠授權書 但是呢 我們再回來想一想哦 買方你真的需要所謂的授權書嗎 買方不是只要原廠的保證書 告訴你這真的是 正牌的說明書使用 還有一些保證書 就真的是我原廠出的就好了 還有藥品的說明書 因為 我們現在來買這些疫苗 我們不是要當代理商 很多人就質疑 那為什麼我需要原廠的授權書呢 換句話說 我們來想一下 你買車 買口罩 你也需要授權書嗎 你只要一些說明書吧 還有原廠的證明書吧 證明說這個是有醫療功效的吧 所以網友就砲轟蔡政府 這是故意刁難 尤其是蔡政府一直說告訴我們 我們要挺國產疫苗 問題來了 誰不挺 我們都在挺國產疫苗 但是事實擺在眼前啊 現在呢二期解盲 就是還沒解 專家都說還沒解之前就是雙盲 你怎麼知道是 成功還是失敗 這無關信心題 這個就是一翻兩瞪眼 成功就是成功 我們就是好棒棒 失敗的話 一場空 所以現在呢 高端這很可怕喔 連續呢四根跌停 早盤開出來 直接256元開出鎖死 現在呢 跌停的尾賣單超過1.4萬張 還在排隊等著賣喔 統計四天下來 高端市值縮水282億元 好現在說到了疫苗的部分 大家覺得到底是政府刁難 還是說真的這麼卡 我們台灣這麼難買到疫苗嗎 百姓的救命疫苗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來 永齡基金會花大錢 買500萬劑BNT疫苗 72小時 憑100頁文件資料 卻被指揮官陳時中說 沒原廠授權書 18年前藥事法早說可專案核准疫苗進口 不必申請藥品許可證跟封肩檢驗 現在就連政府要的八道文件都不用 如今卻還多個原廠授權書 藍圈跑紅難道你買口罩快篩計 甚至買車買家電也要授權書嗎 這不是刁難什麼才是刁難 但他們今天要做的是捐贈疫苗 你何必要去做這麼多事前卡關呢 衛福部 他只要基於安全的考量 要求我要有原廠的保證書 我要是新品 為什麼捐贈者 現在反而要提出八項文件 所以你到底想不想要人家捐贈呢 還是你是在找理由刁難 網友炸鍋狂轟蔡英文就是刁難啦 什麼垃圾理由都可以說 台灣政府就是要送他們東西還擺架子 更諷刺感覺就是死的人不夠多 鴻海買來捐給政府要授權 也是鴻海授權政府使用 同樣想捐疫苗被刁難 民間團體大罵到底有沒有新就百姓 我們考慮著說這個疫苗有沒有效果 就算你是一個台獨的 打的疫苗也不會變成一個統派吧 民間買的疫苗近在眼前 但小英硬是伸手擋在前面 寧願拿歪理刺打臉 也要意識心態防疫優先 這楊視序李宜璇台北報導 好 斗內列車持續開起來 謝謝大家給我們中天實質的幫助 每一個留言也是對我們來說實質的幫助喔 記得先按讚 謝謝我們的黃勝玉寶寶 高端疫苗留給高端人口 我們這低端人口 希望呢國際的這個平民疫苗 謝謝你的斗內 謝謝我們的雲中龍 美國三種選擇 輝瑞嬌生莫德納 台灣的三種選擇 好 大家自己看了 然後接下來呢 感謝我們的寶寶 我們的荷曼蒂 給我安全的疫苗 官員不要擋危害全民的生命 這個地獄必報道 好 聽得出來 大家迫切的想要疫苗 來 我們來插播最新消息了 台灣人現在希望有疫苗 剛才說的佛光山 也努力的在爭取 現在呢國際佛光會 有意捐贈50萬劑的嬌生疫苗喔 那現在呢 這個總會長趙怡今天中午證實了 在美國會員代表跟嬌生藥廠 進一步的來洽談 並且呢架出了這溝通的橋樑 目前台灣官方人員 已經跟藥廠對接上 情勢應該是樂觀的 期盼政府能夠多一點幫忙協助 讓台灣早日取得疫苗 尤其這嬌生疫苗只要打一劑就可以 所以對台灣來說絕對是很大的幫忙 現在呢全台疫苗極度短缺 民眾想打我告訴你打不到 中央的疫苗等等等地方的戰役 現在大家是自己來嗎 現在呢花蓮縣府動起來了 要自己來採購疫苗 現在呢他們委託了聖宏醫藥 簽了一個MOU希望可以買到65萬劑的疫苗 買什麼疫苗呢 現在他們鎖定的是WHO認可的國際疫苗 包括了BNT莫德納英國的AZ 還有美國的嬌生Johnson Johnson疫苗 希望呢可以提供32萬的花蓮人 免費接種兩次 如果是嬌生的話打一次就好了 其他的疫苗要打兩劑 現在呢到底有沒有辦法 可以買到這些疫苗呢 中央會不會又想盡犯法來卡來擋呢 好花蓮縣長表示 生命真可貴 就算是舉債也要買 花蓮民眾排排隊等待接種疫苗 隨著全台疫情越演越烈 民眾施打意願也逐日增高 不過台灣購買疫苗卻憑卡關 奏成疫苗極度短缺 也讓花蓮市民們面臨想打 卻打不到的窘境 甚至質疑中央配給效率是否太低 有一點 加慢一點 如果是安全的話 中央好像慢了一些 是有一點 如果有疫苗 你會去打嗎 會啊 覺得應該會被卡關吧 疫苗品質有所疑慮 甚至出現採購屢次挑票情形 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因此花蓮縣府決定要靠自己買疫苗 委託民盛醫療集團購買代理專案 一次就進口六十五萬劑 經過WHO認可通過 包含嬌生莫德納AZ和BNT輝瑞 等四種國際有良疫苗 讓三十二萬的花蓮鄉親 可以全部免費接種兩次 對此民眾也樂見其成 那就是效率很好嘛 就接受導師導 花蓮縣政府有這樣子的散舉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好 大概全花蓮縣 全部每一個人都可以很良善 照顧導 花蓮縣府自立就記 與民眾攜手合作 採購疫苗 只要將包含資料執行計畫 邀屏說明書和國外上市證明 等八項文件提交給衛福部 就可完成疫苗採購 破在眉睫 生命可貴 即便是舉在也會來購買 我們已經簽署完成了 八項的資料 全部備齊再送到衛福部 這張佩吉曼 地方自己來 身處於破在眉睫的疫情世代 花蓮縣府開出第一槍自購疫苗 這是為了讓百姓 能在這危險環境中 多加一份保障 記者劉吉佳 黃英俊 趙沛與花蓮採訪報導 的確 現在台灣疫情爆發 大家都想打疫苗 那台灣沒有疫苗可打 如果到國外去呢 赴美打苗 現在好像成了一個新的 也不能說旅行方式啦 應該說是逃難的去打疫苗 為了要活下去 現在呢 國籍航空 北美航線 還真的是大幅地增加了航班 原本呢 人潮冷冷清清的 桃園機場開始慢慢出現 有人要出國了 要去哪裡呢 好 到哪裡去做什麼 很多人是為了要打疫苗而出國的 現在爆出呢 有科技場的老闆啊 直接呢 送員工送你到美國去 打完疫苗再回來上班 不過一般民眾呢 如果說你用觀光簽啊 想要到美國去打疫苗 哇 恐怕你要花不少錢 起碼33萬台幣上下 現在傳出說有一些隱形富豪 他們直接呢 包機帶著好朋友 家人一起去打疫苗 這來回一趟要800萬台幣 原本應該冷清的桃園機場 漸漸湧現人潮 國內疫情還沒解封 但許多人已經等不及往美國跑 大部分人都會去打這個疫苗 台灣可能疫苗有現在目前缺吧 這不是特例 從航班定位上來看 長榮航空宣布6月7號開始 桃園到洛杉磯航線 從目前美洲三班恢復到美洲七班 運力翻倍成為去年疫情爆發以來 國籍航空大量增北美航線的首例 機場隨便問幾位民眾得到的答案都很一致 就是回美國避難 想說就是回去美國打疫苗也好 這波反美潮從5月台灣疫情開始時 就已經有征兆 比比5月出境赴美人數跟4月相比 足足多出一倍 因為美國疫苗多到滿出來 不但藥局能打 甚至在知名賣場好事多 或者大型的社區服務中心都能接種 而且品牌任君挑選 美國目前允許觀光 個人可以使用觀光籤 旅行社不能帶團 只能帶訂機票 以長榮最便宜的經濟艙來說 來回機票大約六七萬元 抵達美國住宿最便宜一碗四千台幣 從搭機住宿到施打完一二劑的疫苗 總共要花一個月 最低收費1.2萬美元 折合台幣33.3萬元 在美國那邊打疫苗 一定會 我跟你講我是不會相信台灣的疫苗 台灣的疫苗我們不會用 北美縣超級夯 甚至有專門經營私人包機的航空業者 也透露詢問度不但破表 疫苗包機已經排到六月底 一趟來回二十到三十萬美金來算 折合台幣要六百到八百萬元 大概一個禮拜都會有兩到三組 至少的人在詢問 幾乎都已經排到七月底了 畢竟美國大量施打疫苗 疫情相對趨緩 對比確診數大爆發的台灣 明顯安全許多 台灣疫苗短缺至今 出國打苗 已經成為現在進行式 記者綜合報導 來關注現在大家就是在說 蔡英文還有說陰謀論 有說炒股論 現在日本媒體報導說 日方在六月中之後 要捐大量的疫苗給 COVAX平台跟台灣 但是這個消息沒有獲得官方證實 到底捐多少也不知道 蔡英文多次的強調說 沒有卡國際的疫苗進口 也沒有炒作國產疫苗的股票 但是名嘴趙少康就炮轟 蔡英文的講法 根本上是公開串供 政府預告將會有兩百萬劑的疫苗進口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 日方打算在六月下旬捐贈台灣AZ疫苗 這消息蔡政府沒證實 但百姓卻認為政府狂卡民間買疫苗 趙少康質疑蔡總統三度出面 但澄清沒有炒股去護航國產疫苗 大有問題 他今天已經講說沒有了 警察會敢去查嗎 你這個記者會你不但沒有事宜 好像感覺聽起來有點像空中篡證 說你們都不要承認了 都沒有 檢察官不要查 我已經查過了 趙少康痛批蔡英文開記者會 根本多此一舉 有沒有炒股可不是總統說了算 第一個蔡英文說我要打 第二個還講七月 大家都可以打國產疫苗 你怎麼知道 二期都還沒解盲 高端股票一度飆漲是事實 關鍵是明明國產疫苗 連二期都沒解盲 蔡英文憑什麼說七月開大 高端第二期都還沒解盲 那政府為什麼要下訂單 那萬一他警方失敗 這個錢不能拿回來 下五百萬器 訂單預付金付多少 這個都是 他都沒有公布 所有的疫苗的採購 全部是黑箱作業 總統多次急著幫國產疫苗掛保證 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 這不是護航 絕對沒有毒厚特定廠商 記者張昭鵬是國豪台北報導 我會再看到 台中文憑什麼說七月八月 我會再看一看 台中文憑什麼說七月八月